这样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反映出每一跳的一个打分的客观性 耳花效果不错 起跳的定位如果能够再定住一点的话 路肩角度会更直 5231D呢 跟5232D的对比就是转体少了半周 但是起跳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是的 5231那是向后转体的半周 那么也是分别体现在这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不同 但路嘴的时候下声还不够紧 7分7分7分 哦 路嘴效果不错 起跳连贯性还可以再快一点 不错 看来没错 也是6243D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比较多的运动员在臂力的动作选择了6243D 臂力的同时就是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你还可以 我过来一些 6.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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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高一鸣 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动作入水处理的不错 8.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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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分 8.5 8分 10分 84.15 高一鸣 哇 不错 他的起跳很果断 8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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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.5 7.5 10分 81.60 看看这一个5253B 有一点点小失误 入水稍微过了一些 7.57分 7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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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.57分 10分 67.20 1.57分 2 2